曼波幸福巴士是新城乡长河立台推动的13大幸福政策之一 111年10月正式启航 到了112年3月已经实施半年 运载量以逐月倍增的方式成长 今年3月达到548人次 有效解决相亲的生活以及交通问题 新城乡长河立台趁着幸福巴士启用半年之际 而是8号上午随着幸福巴士一同出发 当然一日幸福退守为相亲服务 更借此倾听民意了解乡亲的需求 也先日前往树林角设计办协会 长照据点新人乡卫生所长照据点提送讲者 现象的幸福巴士启用到自己已经半年了 我想很多的乡亲都非常喜欢一页我们幸福巴士 不管到医院到长照据点也好 各个公共民意的地方 电话可以说在一页的这个方式 那幸福巴士本着照顾我们老若父母乡亲 所以我们幸福巴士预计在这个 今年在天狗一部 是由我们这个芳林县 三星人士来赞助我们的 届时会与我们一个正式的这个仪式 那为什么要两度 因为我们认为一部的一个启用 之后呢 我们的落意不解的民众来使用 所以我们是觉得再需要一个时机 在一部幸福巴士来为我们广大的乡亲来做这个服务 而这个启用之后呢也让我们的乡亲感到受益无穷 让他的小孩子可以安心的上班 不管老人家要到长照据点也好到医院起也好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 照顾我们现象的乡公所 可以说是站在地线 努力无懈的让我们相信能够满意对幸福巴士的一个使用 乡亲们看到向南河里台在车上为大家服务 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并且感到开心 芳芳表示向南河里台的优质施政 让长子们觉得住在新城乡相当幸福 有需要再打个电话一页就好了好不好 有啦 我有打电话七页啊 服务好不好 服务得很好 非常的好 他都会牵老老人家嘛 这个年轻人可以 很好啦 动活啦 他都会牵人家老人家上车下车 问那种乡亲的乡亲 感恩 感恩感恩 你说服务好吗 服务服务好吗 好 吃点水感好啊 这样吧 我如果把蚁都扭得这么拼 看着这么拼 这样好 好 谢谢 江南河里台表示 新城乡南北约20公里 东西5公里 因路途遥远 居民多仰赖私人车辆应对 交通的需求 乡内有许多长者因为年轻子女工作繁忙 就需要到公务机关医院长照据点 文化健康站等等 无人可以接送实属无便 因此规划幸福巴士补足民众搭乘公共交通的便利性 也非常感谢新城许正位以及花园新政府 公路总局以及各相关单位的大力协助 也感谢新城下面代表会全体代表的支持 记者金鸿逸 新鲜香味道